而就在台风天空军455连队一架编号6613的F16战斗机上午进行例行训练时 发电机异常是紧急降落在马公机场 因为它飞机这个发电机失效 如果发电机失效是按照我们进行程序必须到这个救机进场落地 那刚好在马公附近 所以它就由四号机就随便就到马公去落地 飞机落地之后人机都均安 这架F16是四机编队里的三号机 10点半从空军加以基地起飞到马公附近的空域来训练 发动机是在11点多发生异常 飞官李瑞凤立刻进行故障排除 在11点21分降落在马公机场 而空军455连队也派越前往马公了解异常 马上进行维修